各位夥伴大家好 今天吉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手機的支撐架 現在iPhone 3C產品的周邊配備呢 其實是越來越難賣了 尤其是一個要1000多塊錢的這個手機架 它到底有什麼特色呢 其實吉米一開始也覺得說不就是一個STEM嗎 但實際上在使用之後呢 發現到 哇它還真的蠻厲害的 因為它在我們看電視的時候呢 會產生非常不同的一個Fu 而且再加上現在螢幕都有這個視網膜的這個螢幕 解析度非常高 在上面看起來這個感覺呢 真的非常的不一樣 所以說呢 吉米在這邊推薦給大家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收藏的一個產品 它一開始呢 是在Kickstarter做一個募資 那到後來呢 募資成功之後呢 出貨給大家 那到現在台灣拿到的代理權 然後呢 終於可以放心的販售給各位夥伴 讓大家享受到這麼好的一個產品 當然啦 用手機看內容有很多方式 那這一個呢 是非常復古 非常有Fu的一種方式喔 來大家一起來看影片吧 來看看這個包裝裡面有哪些內容 拿出本體之後呢 箱子裡面有一個這個說明書 這個是使用的教學 那在這個包裝裡面呢 還有一個配件的包 這裡面有這個腳架 還有這個三支天線 就看你小時候呢 是用質地的天線 還是圓形的天線 或是V字形的天線 在安裝腳架的時候呢 我們只要對準三角形 這個還有缺口的部分 安裝上去就可以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的一個方式 對準 然後安裝上去即可 那在天線的部分呢 你就譬如說我們選擇的這個V型的天線 那另外兩支呢 就看你喜歡裝上去就可以了 那安裝呢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從這個凹槽的部分呢 斜一個角度給塞進去就可以了 這個腳架呢 如果歪的把裝回去就可以了 那這個面板呢 其實是磁鐵吸附的 所以說呢 可以很輕鬆的來 取出跟裝回去 如果你想同步充電 同步看影片的時候呢 就是把這個充電線呢 從後面給穿進去 前面伸出來之後呢 固定好即可 那記得角度要裝平 那這樣子手機插進去的時候 才會剛剛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把手機給裝進去 然後蓋上蓋子就可以了 這是磁鐵吸附的一個 安裝方式非常簡單 那接下來呢 就可以開始 不管是看演唱會 看YouTube 或是看這個霹靂遊戲 阿里麥克 所以你開心 想看什麼影片 都可以透過這一個 RetroDuck呢 來享受這樣子一個 復古的一個 觀賞情境 iPhone本身的收音效果 他這邊有一個這個 他把聲音放大的一個效果 再聽一下他差壓 來就讓這是音樂的地方 追逐风 追逐山崖 在人生的荡荡上 追逐我的理想 我的方向就在前方 塞着一颗年轻的心 沿途装满了一枪 我的心不断飞翔 有他的支援 当然不能变见的好像是 有他电视的一个支援 所以这个复古iPhone电视架 RetroDuck有两个尺寸 一个是支援4.7吋的iPhone6 iPhone7跟iPhone8 另外一个是支援5.5吋的iPhone6 Plus iPhone7 Plus 还有iPhone8 Plus 颜色有三种 咖啡色 橘色与白色 就看你怎么选择啰 基米在这边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会喜欢